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昨天是在创破段新高 那今天出现压回 可是今天这个压回 老实讲你也看不出来它是空头 但是因为准点准会的主席报 有一些谈话 那这些谈话会对后面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东西待会我慢慢来跟各位做解说 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讲 很多时候我跟你讲那些内容 那些导出来的结论 这市场很多老师都讲不出来 反正很多老师的讲法就是 不管你涨跌 每天那个最强的骨牙都是他的 那我是觉得 这种节目你也看腻了 到底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财富 在持续的这样子稳当的累积增加 我觉得这点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待会慢慢来解盘 我们来看今天的盘 今天指数跳空开低 开低38点之后 最多也只有跌116点 那目前跌80几点左右 那你现在预估到收盘成交量 差不多是快差不多2300 2400左右 好那各位我们仔细看 创新高 再创新高 今天拉回 今天这个拉回连昨天的K线都还没有吃掉了 那更不用讲 现在台北股市占上所有的均线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样跌下来 我说句实话 你会说它是空头吗 目前到这个时间年 它那个多头还是没有改变 但问题是呢 接下来可能就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联总会的政策稍微有点变化 所以我预计 台北股市呢 现在3月8号嘛 台北股市未来这段期间里面 应该都还是偏区间 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区间盘要盘很久 那这几天台北股市涨上来 我也跟各位讲 你还是把它看区间就好 这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如果说台北股市 一路在走区间的话 那可能就像我今天车表写的 多头没有变 可是呢3月份我们就要预防啊 你这样盘盘盘盘太久 你会不会再盘头 为什么会这么讲 我们慢慢来做解说了 我们来仔细看 因为我们的解说模式呢 不是靠感觉的 我会从国际金融的角度 慢慢的去帮你做推验 股市涨跌都理论依据 不是盘感 那个不重要啦 你的盘感错误会很大 我们来看 昨天没股跌嘛 大家会比较怕的就说 会不会这里不上走空 那当然这跟联准会主席的谈话 内容是有关的 昨天联准会主席报偶是说 利率可能调升到比预期还要来得高 以便呢对抗通膨 然后呢现在三月升息两码的几率 已经开始激增 什么叫做三月升息两码的几率开始激增 因为从之前就前几天 认为升息两码大概只有三十几% 现在已经开始增到七十%左右 原本大家认为升一码 现在极大部分三分之二的人都认为应该会升两码 那因为联准会主席呢 他讲说 因为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 他比预期还要来得强劲 所以呢暗示终点利率很可能高于先前的预估 若整体数据暗示货币政策应该加快紧缩 他说他也要开始加速升息 对不对 好那重点来了 那像看起来三月升两码应该是几率蛮高的啦 我的看法是这样来 升两码都不是什么问题 现在问题放在哪里 原总会主席说嘛 终点利率可能高于先前的预估 现在问题在于说 你的终点利率啊 你到底要调到哪里你才甘愿啊 对不对 你到底你要升到什么地方 你才认为说这里是高点 就是说你不会再升息嘛 对不对 好如果我们依照之前啊 很多联准会官员的一些鹰派谈话里面来看 比方说啦 2月9号有一个联准会的副主席 叫威廉斯的 他说 2023年底 联邦基准利率应该是要达到5.1啦 5.1%嘛 那现在4.5嘛 到4.75嘛 到5.1 顶多一码多而已啊 是不是 好那再仔细看 随着时间的变化 2月17号的时候呢 那个鹰王啊 联准会里面有一个叫鹰王啊 我们不用讲名字啊 反正那个无所谓 他说三月升息两码 终点利率呢 升到5.375 对不对 好 刚刚这个是说5.1嘛 这个是5.375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从之前那些鹰派的谈话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讲过喔 我说 三月升两码是天大的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联邦基准利率 4.5到4.75 你三月升两码就已经到5了嘛 因为一码是0.25嘛 你升两码就0.5嘛 所以你就已经到5%啊 那你代表说 你顶多再升一次 让利率来到5.25到5.3多 就差不多了嘛 所以呢 之前我们说啊 三月若升两码是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我的看法是 三月22号这一天 你能够升两码 OK啊 升两码 但问题是你顶多5月份 再升一码左右 就结束了嘛 没关系我们弄上半年了就可以 有没有 那接下来呢 这个整个升息呢 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有没有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以后就不会再受到 那个什么升息的干扰啊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说从昨天联总会主席 他的谈话里面来看 现在问题卡在哪里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这个重点利率到底你要高于先前预估嘛 啊你要高到哪里去 现在市场预测啦 重点利率可能攀升到5.5到5.75之间 这就来了 这问题就出来了 原本我们预计嘛 如果你三月升两码 你五月再升一码就结束了 现在你又要把它再提高 当然是市场预期啦 现在都没有答案 啪提高哪里也没讲 但是呢就会造成什么 这里升两码 这里升一码 搞不好你要拖到六月再升一码 这个时间你又把它去拖长 对不对 好那各位 当然到这个时间点 大家会比较担心一点 就是说它会不会像趣能那样 那无止境的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 同样我跟他讲 不可能啦 不可能这样一直升啦 现在只是说你重点利率大概要到哪里 那你是升个两次还是三次 如果你要升到三次 那个时间就拖长了嘛 对不对 因为呢之前有人说嘛 有一个比较属于偏歌派说 今年夏天就暂时停止升息嘛 那今年夏天的时间点 也差不多到六月嘛 有没有就停止了嘛 那之前富国银行也说啊 今年可能还会再升息三次嘛 所以咧 这个三次其实都是讲一码一码一码 现在这里是两码啦 这里一码 搞不好这里呢还会再升一码 那当然我说利率不可能 它无止境的今年一直升下去 原因到底在哪里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受不了啦 什么样很多国家受不了啦 你看喔 澳洲央行暗示升息已经到头了 所以它不要再升了 澳洲已经不升了 南韩之前连续七次升息啊 现在也开始要停了 有没有 所以呢当其他国家呢 这地方都已经开始在停止的时候 我认为啦 联总会这次升完就差不多了 但问题是他的终点利率要到哪里 是升今年上半年升两次还是升三次的问题啊 所以呢这就会影响到什么 如果你这里就结束了 那很好啊 就已经所有的预控都已经出境了嘛 但是你现在呢又要延到到整个六月份的话 那你时间又要再给人家拖长啊 那你这一拖长下去呢 股市的变化就稍微比较大 因为在股票市场里面喔 我这么讲喔 如果你有在研究股市 不管你什么基本面 筹码面 技术面 什么国际面 有没有的面 我跟你讲喔 当你发现到 当你所有都研究完之后啊 你会发现股市里面最难的一点 最关键的一点 它就在时间 所以哪一天你研究完之后 你发现到 这个时间上面 到底要怎么去做研究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说 你整个研究的层次已经高一档 已经高很多档 差不多啦 你再研究一下时间 你快出师了啦 OK好 这是题外话 但是呢 当年准备还要再升息嘛 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十年期供债殖利率 这个是三月六号 三月六号 那时候呢 收在三九点六嘛 它已经没有再上去了 对不对 昨天说要再升息 可是呢 供债殖利率也没有大涨啊 也还是来到三点九六啊 这已经预告什么 十年期供债殖利率 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也几乎差不多也快到底 其实这些都是好事 但问题是你那个时间点不确定啊 你中点利率到哪里 你那个时间点不确定嘛 所以呢 这个盘啊 当供债殖利率没有涨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啊 反而这东西涨起来了 有没有 你看 美元这个涨起来 因为你供债殖利率也快到底 那美元这地方弹起来 也不代表说它会一致大涨 但问题是呢 美元从之前十月份 你看台北股市不从十月份开始涨 涨到现在为止 你美元这个地方啊 反而又在创近期新高的话 这多少都会压抑到股市了 所以呢最近这几天 你看到那个指数创新高 我一直跟他讲说 你还是把它看区间就好了啦 这样子你就不会乱追啦 好 为什么 因为我三月二号的时候 我就有跟各位讲过 我说哦 美元走若要跌破季限 转强在105.3嘛 那今天美元已经到105.8 所以如果美元没有升破 转强价之前 台股人走区间啊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升破季限的话台 如果说是跌破季限 就有冲高机会嘛 可是你现在台北 美元已经出现转强价嘛 代表说美元过强嘛 所以你说台北股是这里 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 那就不合道理啦 所以我说啊 台北股是后面怎么走 接下来还是走盘局 好 接下来还是走盘局 但是这个盘局 我最近一直提醒各位一个重点啊 你看我最近都跟你说什么 3月2号我说嘎工持续嘛 但是有又多风险 3月3号我说未接筹满 决定你这里是轮涨还是又多 我说这里呢是嘎工跟又多并行 对不对 所以呢最近已经开始出现什么 又多的现象啊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跟你讲啊 这个盘你要去赚钱 落头没有变哦 问题是你不要变又多啊 所以我说你要懂得去富贵文中求 这什么意思 朋友们来仔细看 其实最近的盘是你在自我股票里面 你会发现很大的问题哦 我今天看到这个股票转强 我去进场去买 怎么搞得隔天跌下来 这个股票跌下来 然后我想说啊不对啊 赶快先卖掉 结果又涨上去 什么意思 会搞死你啊 你看哦 你看啊 前一天涨 昨天跌下来 今天又涨起来 不过还是走盘局啊 你看 涨上去你去追跌下来 结果呢 你把它卖掉之后又上去 那结果呢 这两天跌下来 今天又涨一点点 还是走盘局啊 你们看 那这个股票也是一样啊 涨多之后你去追 现在都在走盘局嘛 对不对 问题是有些盘局的股票 未必它是走区间啊 你要预防它会不会盘投出来啊 举个例子来说嘛 你看嘛 翔硕 现在就开始一路盘啊 对不对 你看西地 就在那边跟你盘半天啊 如果三月走盘局 有些个股还在盘哦 还在盘哦 你再仔细看嘛 前年也是一样嘛 盘了快两个月了 你这两个月进去 会赚得到钱 这种技术面 我跟你讲 这种来回震荡的走势 你跟我讲说 你再怎么样 会做什么区间啊 我跟你讲 你还是一样赚不到钱啊 那赚到什么钱 你看 之前我跟你讲 一龙店要卖嘛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都在走区间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今天有一档客户谈比较多嘛 比方说世新嘛 问你还是在走区间啊 不要说谈起来你很高兴 到现在为止 就是维持在一个区间而已啊 所以我说到这个时间你可能要预防啊 因为联准会他最终的终点利率到哪里 他现在没有给我们答案 但是我们要预防说他那个时间去脱场 当你一脱场之后呢 现在美元又让你看到创新高嘛 所以我说台北股是多头没有变啊 可是呢台北股是未来就是维持区间 很多个股他就是走区间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接下来这个操作里面啊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原本他是走嘎空嘛 你看嘛 到现在为止还是走嘎空啊 因为你这个地方你多头没变啊 你看融资真的死光光啊 对不对 融资从10月份以来 前面2000点不认输 后面全部挂掉了 那现在呢 你看融资又一路买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喔 有的时候呢 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一些 老前辈的一些那种词汇啊 我说句实话那个东西真的是 你不能说到不准喔 有的时候那还真的蛮准喔 举个例子来讲 2月1号我就跟他讲啊 空头不死多头不止 对不对 我那时候说这地方走嘎空啊 仰空又空啊 这里呢空头不死多头不止啊 你看到现在为止空头一路挂嘛 前面这一段 这3000点 每天都跟你讲要大跌 等到涨上来跟你说这里要大涨 这里是大多头行情 那空头挂掉之后变大多头行情 结果指数开始震荡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还是真的有效啊 所以呢未来会不会盘久必跌 好 没关系我们慢慢拭目以待 好但是这里不是空头喔 我儿子跟他讲喔 这里不是空头喔 因为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到 最近台北股市为止比较强势整理 我当初有跟各位讲过 那时候我就说这里是强势整理嘛 因为这个是跟外资的仓位有关嘛 有没有 之前从15000 结果跳升到这两年以来的新高 来到19000 你注意看喔 后来呢 228假期之前开始来到14000 来到12000 到昨天呢 他又增加2000多口 来到15000 所以呢这个盘他还会维持盘局 而且呢我认为台北股市 应该还是属于强势整理 但是这个强势整理盘呢 现在重点就是你要怎么做嘛 啊这里有优多啊 啊这里也有搭空啊 啊当然这里看空老师可能看太快了 因为有些股票还跌不下来 他一直跟你盘 他一直跟你盘 但是呢有些个股来到这个时间呢 就像我跟你说的啊 今年的操作喔 你要抓轮动 那我的方式就是试据 就算你三月份啊 真的盘头真的压毁 我跟你讲我后面还是要做多啦 只是说高点卖一卖之后呢 我们再找机会去抓下面的轮动 所以呢你要去抓轮动 资金集中 坐轿 转坡段 好 这是我们的操作模式 OK 好那怎么做 我们来看齁 我先讲一个东西啦 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为止 五个月了 我期货都是做多单 我记得那时候在过年前那个月 我赚一倍 我上个月大概三四百点而已啦 我们这稳稳荡荡的做啦 这五个月以来啊 我昨天第一次放空单 昨天10点56分啊 我预挂15855上下5点放空 我说突破15905停损 那15900这点都没有到啦 所以那时候呢 昨天我们在高点放空 我留仓 留仓完之后呢 今天8点39分啊 我说空单你就开盘市价 获利回补 那今天一开盘最低就是 来到15725 有没有 我五个月以来第一次做空 赚130点 那未来这个盘局 我多空都会做 因为趋势还没有成型 它会开始呈现盘局 所以多空都会做 但是个股的部分 我还是要提醒你 你要懂得让自己去做价 不是说等到每次 那种涨上来之后 你再来去追 同样你看到现在为止 很多个股 你前面低档不买 等到后面去追 空间已经不大了 再走那个区间啊 我说句话 你能够发财 我觉得才奇怪 真的啊 你会发现到啊 很多个股现在就是维持区间嘛 空间不大 你不可能买最高卖最低啊 这个个股盘半天嘛 再怎么盘局 你都算不到大钱 反而你风险高 所以我一直提醒各位啊 你要懂得让自己去做教 而不是去抬教 怎么做教 你注意看啊 这波我们抓三次轮动 10月份以来第一次 我就跟他讲半导体 那今天不是说讲半导体 所以半导体涨的国 五下都是我的 没有啊 我帮你资金集中在联电嘛 有没有啊 你看到今天为止 联电还没有跌啊 我一直守他一个停一点啊 他不跌我就继续抱啊 但问题是 后面这个地方 你要再赚的空间 不会太大了 我们是从这里买的嘛 对不对 我问你嘛 什么叫大赚嘛 第一打买完 一个波段起来 这个波段到现在为止 都已经差不多47%有啦 你去抓那个盘局的股票 你算不到那么多啊 你稳稳荡荡的一个波段起来 到现在为止 我说这个盘 如果当初你把资金压在这里 你根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嘛 不是吧 你每天要工作 你可能有你的事情要做 你没有那么多每天时间去跟他玩那个短线 那边冲来冲去 很多老师说什么最高点是他的 最低点是他的 我说你抠讯拿出来给我看嘛 你拿到出抠讯呢我就相信你啊 结果也没有啊 反正每天最高点最低点都是他的 你要相信那才见鬼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这个行情到这个时间点 你要懂得什么去保护自己 又能够赚得到钱 因为台北股头走到现在为止 已经涨三千点了 涨三千点你会很害怕说 啊我会不会追高会不会追高 可是每次你低档你不买 等到拉高中你拼命追 你不是要买低卖高 啊讲那么多啦念那么多 你还是这么做啦 可是我的做法就这样 低档买 一个波段起来 准备找卖点而已啊 除了半导体之外呢 我也跟我讲过IC设计嘛 有没有 IC设计那时候呢 我们是在12月份 一堆老师跟你讲生计股的时候 我就说IC设计机会了 但是我不是叫你死报活报 二月初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跟你讲啊 这里要开始找高点获利调节喔 有没有 你看那写得很清楚嘛 是不是 所以低档买 金虹34% 我不是让你赚那个3%5% 每天那炫耀 你看我多厉害 没有啦 我也没很厉害啦 但是我就是赚他一个波段了 当初的创委也是一样嘛 第一档叫你买嘛 过完年之后 我认为这个还要开始走补涨 这里再买嘛 你想想看 这一段起来34%啦 当初的经验也是一样嘛 第一档买完之后呢 拉高来到133附近 那时候我们全部卖掉嘛 快五成 口信都给你看 有没有 那当这些IC设计 我们卖掉之后 接下来我把你的资金转到哪里 2月13号 我跟你讲航运股 有没有 那时候我就开始跟你讲 航运股 我说这个盘 接下来台北股是涨多了 有些个股你已经不能用追的 但是你现在去试想说 什么样的盘是到这个时间点 它后面要走轮动啊 所以你今天跟着我们做 前面的股票有买有卖 卖掉之后我们再去抓什么 后面要上涨的股票啊 所以你注意看嘛 当初的阳明60块多叫你买 当初的长龙149块叫你买嘛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待会你先问我说 老师啊 你干啥今天长龙跌下来 你买在这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买在这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来举例来讲 今天世新涨起来嘛 你在这一段走势 你看整个二月这段走势里面到现在为止啊 你是大赚吗 二月走势到现在为止 你第一档买完到现在为止 你是不是大赚 差多少 所以呢 当时在这里叫你买嘛 对不对 2609的阳明也是当时在这里叫你买嘛 没有什么好担心啊 我这两天怎么跟他讲 我说我以阳明先当指标 因为这档个股 他现在准备挑战前高位置区嘛 所以我说这几天会稍微有点震荡 但是震荡只要是量售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预防 因为台北股是只有区间啊 接下来还是要靠全职股撑盘 所以这些个股整理完之后 他还会再冲一段 他还会再冲一段 所以呢 你前面这个位置你没买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走区间的时候 是你最后加码的机会 当然你不会做你就跟着一起来 当然如果你要短线操作 我就说你不用来找我 好不好 所以呢 整个盘是怎么走 那你现在要怎么去应对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 那我也建议各位啦 这地方不要乱做 盘多头没有变 但是他在走又多 所以有些个股不是可以乱买的 好不好 那如果你认同我们操作方式 体验价不增加你的负担 顺便你的持股 我再帮你看怎么去做调整 好不好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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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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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都拥有優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入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到现场 台北股市昨天创新高 今天拉回 当然跟国际股市有关 但是我们刚已经分析过了 目前多头没有变 但是它可能会盘很久 但是这种盘局 可能会不到三月底的时候 也可能要注意它会走盘头 所以这段过程里面 抓轮动还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 去掌握这个轮动 让你资金集中去做价 转破断的 我建议跟着一起来 我跟他讲 后面还有一些新的股票 就是说有些个股 当它涨上去之后 开始走正道 但你措施低点的话 那后面还在低档的股票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所以这地方 想要持续再转破断的 我们今天有一个体验价 欢迎你到时候再来电咨询 好不好 你手上的持股 我再一并的帮你做调整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为您解析 扫描QRCO订阅台股 好事多 让您不再错过精彩节目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